世界童话名著连环画 日本 松鼓美代子 龙子太郎 在群山连绵的深山沟里 有一个小村庄 村里住着一个老奶奶和一个叫太郎的小孩子 太郎左右两边的鸽之窝里长着三块像鱼鳞一样的质 据说那是龙的鳞 太郎大概是龙的儿子吧 这话不知什么时候在村里传开了 于是 这个孩子就被人们喊成了龙子太郎 龙子太郎是个快活的孩子 他每天带着老奶奶给他做的三十个败骨团子到山上去 他在山上放声唱歌 请山鼠 野兔等小动物们同吃团子 一天 龙子太郎躺在山上 忽然隐隐约约地听到有笛子的声音从远处随风飘来 不一会眼前出现了一个像草莓果一样可爱的小女孩 你是住在河上游那个村子里的吧 龙子太郎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雅 你呢 我叫龙子太郎 这名字蛮好 阿雅说 这名字挺刚强的 是吗 龙子太郎高兴地跳起来 翻了个跟头 从那天起 龙子太郎和阿雅就成了非常要好的伙伴 他俩每天在山里相聚 阿雅吹笛子 龙子太郎跟那些动物们摔跤 玩得特别高兴 在阿雅的笛声里 龙子太郎最爱听的 便是他自己做的曲子一串十个瓜了 一天 一个红鬼大模大样地上山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面小鼓 粗声粗气地说 嗯 太好了 这地方太好了 我要在这儿敲上一通鼓 我要让这儿所有的动物都来听我敲鼓 说着 红鬼便敲起了鼓 可是好长时间 没有一个小动物来踏这儿 红鬼静静地竖起耳朵 突然 他听到了一阵悦耳的笛声 红鬼跳了起来 朝山下望去 只见不远的山沟里 出现了阿雅吹笛子 龙子太郎和动物们正在尽情欢乐的场合 红鬼气地瞪大了眼睛 哼 我是这一代文明的大鬼老爷 你们不来听我敲鼓 看我怎么惩罚你们 红鬼在生气 龙子太郎一点也不知道 他从山上回来 刚一进屋就喊 奶奶 我要吃团子 可他听到了奶奶的声音 哎 龙子太郎 今天我去种田 从山坡上摔了下来 如今我这么大年纪了 说不定哪天会突然咽了气 所以 现在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是关于你爸爸和妈妈的事 奶奶缓缓地说起了往事 以前 你爸爸是个砍柴的 在你没有出生之前 就摔死在山里了 可是 你妈妈 她也许还活着呢 她的名字叫阿龙 是我的独生女儿 你爸爸摔死的时候 你妈妈已经怀了你 有一天 村子里轮到你妈妈去山里干活 奶奶把她送出了门 同时叮嘱到 阿龙 可得小心啊 那天 到了黄昏的时候 只见电闪雷鸣 大雨像瀑布一样地下了起来 天呀 我家阿龙不会出事吧 老奶奶惊慌极了 这时 在山上干活的乡亲们 连滚带爬地回来了 他们告诉老奶奶 我们去山里干活 让阿龙留下烧饭 不一会 暴风雨就来了 我们只好躲在岩石下边 等雨停了 我们跑去一看 这么一会儿功夫 那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池塘 哪里也找不到阿龙的踪影 老奶奶听到这儿 连忙从灶底抽出一把燃烧的柴盒 用它罩着路 向门外跑去 阿龙 阿龙 双引号 他举着火把 跌跌撞撞地 终于找到了乡亲们说的 那个大池塘 阿龙 阿龙 你还活着吗 要是活着 你就回答呀 这时 只见水面上泛起波纹 妈 我这就来 随着隐隐约约的回答 水面突然往两边分开 出现了一条可怕的龙 妈妈 那龙眼泪汪汪地 对老奶奶说 现在我变成了这个样子 请原谅我吧 我最担心的是肚里怀着的这个孩子 老奶奶痛苦地望着阿龙 阿龙啊 阿龙 你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你真是我的女儿 就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妈妈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我生下了孩子 到时候得请你把他好好的抚养大啊 说完 那条龙悲哀地望了老奶奶一眼 潜入了水里 再也不见出来 从那以后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过去了 有一天 老奶奶下河去洗菜 看见河上游飘来一件奇怪的东西 那是一只用树枝边的大篓子 上面一动不动地躺着个什么 老奶奶站在岸边唱道 是我家的宝贝就往这儿来 别人家的宝贝就往那边去 说也奇怪 那大娄子竟然晃悠悠地飘到老奶奶跟前来了 只见大娄子里躺着一个可爱的胖娃娃 小手里捧着一个像水晶球一样透明的圆球球 胖娃娃不停地舔着那圆球球 老奶奶抱起胖娃娃 她发现孩子的搁支窝下边 长着像鱼鳞一样的 这孩子就是龙子太郎 把龙子太郎抱回来 这本是很高兴的事 可老奶奶没有奶水 不过 孩子手里捧着水晶球 她舔着舔着 也就慢慢地长大了 那球球被舔得越来越小 最后完全没有了 没法子 老奶奶就把小米饭煮得烂烂的 喂给孩子吃 可孩子总是哭闹着怎么也不吃 老奶奶只好背着龙子太郎到山里的池塘里去 老奶奶朝池塘喊道 阿龙 你听见这哭声了吗 现在 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听见的话 你就出来吧 这一喊叫 池塘里的水又掀起了波浪 眼看着谁往两边分开 接着就献出一条龙来 不知为什么 那龙紧闭着两眼 成了一条瞎眼龙 妈妈 阿龙伤心地说 这里还有一个球球 就让孩子舔着长大吧 等这个球舔完的时候 孩子也该断奶了 龙说完 摸索着把水晶球放到孩子的手里 龙子太郎马上就不哭闹了 乐得咯咯直笑 可是 阿龙 你的眼睛怎么老闭着 是不是这球球 老奶奶喊叫着 可是龙已经不见了 在耀眼的阳光下 只见龙子太郎舔着那球球 笑得那么天真可爱 当龙子太郎三岁时的那个夏天 有一次 狂风暴雨闹腾了一整天 雷鸣电闪之中 老奶奶清楚地听到有人在叫唤 妈妈 我要到很远的北方的湖里去了 如果龙子太郎 仗成了一个刚强而聪明的孩子 能够来找我的话 声音就这么断了 关于龙子太郎的爸爸妈妈的事 老奶奶都讲完了 奶奶 照这么说 我妈妈还活着 她在北方的湖里等着我呢 龙子太郎泪盈盈地说 我要去 我要去找妈妈 可你还是个孩子呀 奶奶说 要出远门去 那还早着呢 正在这时 村子里突然喧嚷起来 不得了了 阿雅被魔鬼抓走了 随着喊声 阿雅的爷爷乌烟着奔了进来 刚才 阿雅去泉水那边打水 忽然听到一声惨叫 我慌忙跑出去 只见一个黑黑的大怪物像风一样 飞快地向森林跑去了 龙子太郎的心被抓得紧紧的 天亮了 龙子太郎把老奶奶做的败骨团子揣在怀里 他对老奶奶和阿雅的爷爷说 放心吧 我一定要把阿雅找回来 我还要去找回妈妈 老奶奶觉得龙子太郎的个子顿时长高了许多 他拿出一把木书 交给龙子太郎 说 这是你妈妈的书子 带去吧 会用得着的 龙子太郎离开了村子 像经常和阿雅一起玩的山上爬去 他遇到了兔子和山鼠等小动物 他们告诉他 阿雅是被红鬼抓走的 你如果要去救阿雅 还是请天狗神帮帮忙吧 天狗神在哪里呢 龙子太郎问 野猪妈妈说 我领你去 于是他就驮着龙子太郎走了 他们翻过山巒 跳过小河 来到了一片树林里 树林里有一小块空地 只见好多小动物们正在练习摔跤 龙子太郎问 你们为什么要学摔跤呢 小动物们说 天狗神兄弟俩等会儿要来 我们得让他们看看 因为天狗神兄弟俩最喜欢摔跤了 这时 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 只见两位天狗神飘飘然地 从天空降落到摔跤场上 天狗神看了一会儿动物们的摔跤 说 龙子太郎 这回该轮到你和我摔了 于是 其中一位天狗神使与龙子太郎摔起交来 嗨哟嗨哟的 两人抱成一团 谁也没把对方摔倒 哈哈 龙子太郎 你真厉害呀 两位天狗神说 怎么样 到我们山洞里去吧 我们慢慢地喝酒谈天 不行不行 龙子太郎说 我不能耽搁时间 天狗大神 请帮帮忙 给我一些力气吧 于是 龙子太郎把关于这次远行的前后经过 都一五一 实地告诉了天狗神 原来是这样 两个天狗神互相点了点头 好吧 就给你增添一百个人的力气吧 来 接住酒杯 天狗说着 一个拿出大酒杯 另一个把空在腰上的大葫芦倒过来 满满的针上一杯果汁酒 龙子太郎接过酒杯 一饮而尽 这时 他感到身上或烧火辽的 浑身是尽 天狗神叫龙子太郎把前面一块高高耸立着的大岩石举起来看看 龙子太郎走过去 用手轻轻一推 岩石就像皮球似的被推得老远 龙子太郎 你已经增添了力气 遇到任何魔鬼 你都能战胜他 谢谢 天狗大神 龙子太郎告别了天狗神 又上路了 他穿过长满青台的老林 来到一座陡峭的悬崖上 那里竖着一扇高高的大红门 龙子太郎敲敲门 没有回音 他就干脆把门卸掉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这是红鬼的屋子 此刻 他正敲着鼓 咚咚咕咚 这声音非常难听 可是红鬼却高兴得很力 红鬼发现了龙子太郎 哎呀 你 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喂 红鬼 快把阿雅交出来 不然 我就把你叠起来醒鼻涕 可是红鬼说 阿雅已经被黑鬼带走了 黑鬼住在哪里 从这里往北走 在最北的岩石山里 不过 你要是到了那里 也就没命了 龙子太郎马上要走 红鬼连忙摆手 等一等 不要急 我有话跟你说 我还要让你吃大米团子 来 龙子太郎 带我把鼓敲一敲 好吧 你听着 龙子太郎咚咚咚地敲起鼓来 他敲得非常好听 红鬼趁着功夫 赶忙从厨房里取出菜刀 在井边吭吃吭吃地抹起来 哼 好小子 居然敢一个人到我这里来 瞧着吧 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这时屋里的鼓声仍在不停地响着 可是红鬼的话 却让刚从洞里露出脸来的山鼠给听到了 龙子太郎对着鼓正敲的起劲 这时山鼠跑过来对他说 龙子太郎 红鬼要用菜刀杀你 来 我用尾巴替你敲鼓 你赶快逃走吧 山鼠说完 就用尾巴咚咚咚咚地敲起来 红鬼不是说要请我吃大米团子吗 龙子太郎想 难道这是说谎 于是他决定到红鬼那儿去一下 红鬼撅着大屁股 再使劲地磨菜刀 红鬼 刀磨好了 这声音使红鬼吓了一跳 他拿着菜刀跳了起来 龙子太郎说 喂 红鬼 你是不是打算来杀我 那好 来吧 哈哈 我是要杀你 红鬼挥舞菜刀 向龙子太郎猛扑过来 龙子太郎一把抓住红鬼 把他摔出去老远 呜 痛啊 可把我痛死了 红鬼不停地呻吟 龙子太郎要红鬼告诉一个对付黑鬼的办法 红鬼只好说给他一条符咒 然后龙子太郎就把红鬼扔到天上去了 让他到雷宫那里去敲鼓 龙子太郎继续赶路 朝着黑鬼藏身的铁山前进 这里看不见绿色的树木 到处是断崖绝壁 前面 还有一座被浓雾包围着的黑石山 难道阿雅被抓到这么可怕的地方来了吗 忽然 龙子太郎听到了笛声 啊 多么熟悉的曲调 他惊奇地停住了脚步 周围的雾散了 出现了坐在断崖上的阿雅 龙子太郎兴奋地喊叫起来 阿雅 黑鬼在吗 我是来消灭他的 阿雅说 黑鬼马上就回来 他说今晚上是山下人 把小姑娘献给他做祭品的日子 黑鬼控制了这一带的水源 如果每年不供献活人 他就要让山下人遭水灾 龙子太郎一听 气得满脸通红 阿雅 我一定要把黑鬼除掉 就在这时 大地轰隆隆直响 接着 周围岩石噼里啪啦的开裂 石块直往山谷里滚 啊 黑鬼来了 龙子太郎 快到这里来 阿雅拉着龙子太郎的手 跑进了岩洞 黑鬼进了岩洞 他向四周看了看 说 喂 小姑娘 快把藏在岩洞里的人交出来 这儿谁也没有来过 胡说 黑鬼怒吼起来 岩洞口上开的花叫人花 男人来就开白花 女人来就开红花 现在开了一朵红花 两朵白花 除了我和你 另外一个是谁 快说 是我 龙子太郎 龙子太郎从藏身的木箱子里跳出来 站在黑鬼面前 黑鬼瞪着眼睛 向龙子太郎逼近 阿雅马上窜上去说 他是我哥哥 不许你吃他 既然是你哥哥 就不能不当客人罗 黑鬼说 我们来比试一下本领 谁赢了 就把输的一个吃掉 这样好吗 说话间 黑鬼变成了一头小山一样大的野猪 露出锋利的獠牙 向龙子太郎扑过来 看到他那凶猛的样子 阿雅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可当他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一只小蜜蜂嗡嗡地绕着野猪的鼻子飞来飞去 却不见了龙子太郎的影子 突然 嗡地一声 蜜蜂飞进了野猪的耳朵里 野猪猛烈地翻着跟头 最后像发了风似地乱奔起来 一下子从断崖上滚了下去 轰隆隆 只见从深谷里升起一团团乌云 最后凝聚在一起 变成了一块鬼形的黑岩石 阿雅呆呆地站着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 阿雅的耳边响起了龙子太郎的声音 阿雅 看到了吗 黑鬼变成岩石了 刚才我念红鬼叫给的咒语 变成一只蜜蜂把黑鬼除掉了 阿雅 快吹笛子吧 我来跳舞 于是 两人就开始了唱歌 跳舞 两人正沉浸在欢乐之中 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奇怪的歌声和吹打声 那声音听了使人难受 阿雅不由得颤抖起来 只见一对穿着白衣服的人 抬着白木轿子 吹着笛子 敲着鼓 轻声地唱着歌 慢慢地朝这边走来 那一对人见他俩跑来 立即向四处逃去 只剩下一个老爷爷 龙子太郎问老爷爷 我们又不是妖怪 你们为什么要跑呀 那老爷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原来你们也是人啊 你们是黑鬼老爷的小厅差吗 什么黑鬼老爷 黑鬼早就变成岩石了 一听这消息 老爷爷激动地放声大哭起来 他打开了白木轿子的门 姑娘啊 姑娘 你得救了 黑鬼被除掉了 喂 乡亲们 快回来 黑鬼变成岩石了 这一来 大家都欢腾起来 人们围着龙子太郎 流着眼泪向他道谢 乡亲们随着龙子太郎和阿雅来到了魔鬼的岩洞 搬走了以前上贡给黑鬼的金银和大米 在那儿 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匹小白马 他正眨巴着眼睛 晚安 多么可爱的小白马呀 龙子太郎说 阿雅 我们就要这匹小白马吧 龙子太郎随乡亲们离开了岩石山 转眼 景色就大不一样了 这儿有绿油油的田园 绸带般的小河 村里的人们为欢迎龙子太郎和阿雅 像过节一样地忙碌着 他们拿出了鲤鱼 蘑菇 泥丘 饰饼 团子等东西请龙子太郎和阿雅吃 龙子太郎一口气吃了88个饭团子 当他正要吃第89个饭团子时 突然哭了起来 像这样好吃的东西 我的奶奶和乡亲们都吃不到 我们的村子太穷了 听了龙子太郎的话 阿雅也伤心地哭了起来 他想到了年老的爷爷 还有山上的那些动物们 第二天早晨 龙子太郎让阿雅骑在小白马背上 阿雅 我还得去寻找妈妈 你自己回村里去吧 阿雅要跟着一起去 可龙子太郎不同意 阿雅 回去向奶奶和村里人问好 向你爷爷问好 小白马一天能跑800里 身子一纵 很快就不见了影儿 龙子太郎一个近地朝北方走 一路上向人们打听 住着龙的大湖在哪里 有一天龙子太郎碰上了一个年轻人 他说 听说鸡才主家的池塘里 住着一条大蟒蛇 也许就是龙吧 龙子太郎照着年轻人的指点 整整走了一天 来到一个田里只尝砸草 不尝到的地方 龙子太郎找到了一个老太婆 她就是鸡才主 龙子太郎问 听说你家池塘里住着一条大蟒蛇 也可以说是龙 是真的吗 老太婆说 是呀 她一年只能看到一次 你就在我这里种地 干活吧 这样 到时候你就可以看见龙了 龙子太郎答应留下来种地 龙子太郎等到天黑 来到池塘边 轻轻喊道 妈妈 我是龙子太郎 接您来了 您要是在池塘里的话 请出来吧 可是 池塘里静悄悄的 龙子太郎又喊了第二遍 第三遍 池塘里还是黑沉沉的 龙子太郎只好回到破房子里去睡觉了 龙子太郎刚睡着 鸡才主就假装鸡的声音嗡叫了一会儿 然后就来喊龙子太郎起来干活 这个老太婆又阴险又凶恶 所以他的佣人们都跑光了 地里长满了杂草 龙子太郎为了见到妈妈 就安心地来到地里 一个人干完了几百个人才干得完的插秧活 就这样 龙子太郎每天半夜里就被老太婆叫醒 卖力地干着所有活 稻子长得很好 很快就要秋收了 可龙子太郎伤心的是 尽管他每天晚上都对着池塘叫唤 却得不到一点回音 这天龙子太郎像往常一样坐在池塘边 一不小心 他吃的糠团子滚下池塘去了 这时 池塘起了波纹 一条白蛇露出了水面 他说 给我吃糠团子的是你吧 你有什么事吗 龙子太郎把以前的事 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白蛇说 鸡才主是个坏心人 你上他的当了 你应该从这里走 翻过九座大山 找到一个山婆婆 他会告诉你龙的消息 白蛇说完 就潜入池塘去了 第二天 龙子太郎把一千个人才能割完的稻子 一个人都割完了 他对老太婆说 我的活干完了 要走了 老太婆想 如今稻子割完了 正应该让他滚蛋呢 他说 好吧 至于供钱吗 你就被歇到骨靶子去 能被多少就被多少 龙子太郎来到地里 把所有割下来的稻谷堆得像山一样高 紧紧捆好 然后猛地扛了起来 就往山那边走 这可把老太婆吓坏了 拼命在后面追 站住 这是我的稻谷呀 老太婆追了三天三夜 才追上了 他一把抓住那稻谷 拼命往回拉 可只抓到了三根稻谷 龙子太郎背着稻谷 往深山里走 他每到一个村庄 就把稻谷留下一点 给那里的乡亲们做稻种 让大家明年也可以吃到香香的大米团子 他一座山一座山地走着 背上的稻垛越来越小了 就这样 龙子太郎不知不觉越过了第九座山 他背上的稻谷也分完了 龙子太郎看见一座用竹叶盖顶的小屋 屋里有位老太太在摇访车 他就是山婆婆 龙子太郎走进去 说 山婆婆 山婆婆 请问往有龙的大湖边去 该怎么走 接着 龙子太郎把以前的世源原本本地全都告诉了山婆婆 山婆婆听了也感动起来 山婆婆说 穿过北边的松树林子 越过一大片荒野 有两棵大山树 树下有两只山狗 在过去有一大片竹林子 那里有可怕的大蜘蛛 穿过竹林子就到了湖边了 听说湖底下有条龙 不管谁去喊叫 从不出来 山婆婆说完 做了一些赤豆饭让龙子太郎带上 龙子太郎道别了山婆婆 穿过了松林和荒野 在两棵大山树下面遇上了两只山狗 山狗一见龙子太郎 就张开雪盆大口扑了上来 山狗别忙 我给你们赤豆饭 龙子太郎把赤豆饭扔过去 这一来 山狗哼哼唧唧只顾吃赤豆饭去了 趁这当二 龙子太郎溜了过去 龙子太郎继续往前走 他来到了一条河边 这儿既没有桥 也没有传 该怎么办呢 龙子太郎正想着 忽然发现从水里上来一只小蜘蛛 他把丝缠在龙子太郎的脚上 就又钻进河里去了 就这样 蜘蛛钻进钻出进行了好多次 龙子太郎想 这是怎么回事呢 龙子太郎把一根一根的丝解下来 绕到旁边的柳树桩上 过了一会儿 只听到水里发出呵呵嗨 用力拉呀的声音 只见柳树桩子摇晃了几下 从土里拔了出来 一咕噜滚到河里去了 哎呀 好险 差点被蜘蛛拉进河里去了 龙子太郎想 龙子太郎继续往前走 天下起了大雪 雪雾向龙子太郎压过来 他的眼前 白白的雪花姑娘一个接一个地 翩翩起舞 忽隐忽现 不久 龙子太郎那粗壮的手臂 宽阔的胸脯 以及年轻的 带着孩子气的脸蛋 全都埋在雪里了 天亮了 雪停了 太阳放出耀眼的光芒 这时 天边传来了叮铃铃的铃声 一匹白马冲破寒流 来到了埋着龙子太郎的雪堆旁 骑马的是阿雅 他从马背上跳下来 寻找着龙子太郎 龙子太郎 你在哪呀 龙子太郎 双引号 阿雅不停地呼唤着 阿雅终于发现了露出在雪堆外面的龙子太郎的袖口 他拼命地用小手把雪扒开 龙子太郎 醒醒 他一边摇动着龙子太郎的身子 一边对白马说 白马 来帮帮忙吧 白马走过来 用嘴喷出一股股热气 不一会 龙子太郎的脸蛋变红了 眼睛也慢慢地睁开了 龙子太郎 惊奇地望着阿雅 阿雅说 我回到村里以后 一直在想念你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看见你跌倒在雪地里 醒来后我连忙让白马驼着我来到了这儿 阿雅 谢谢你救了我 白马 我也同样谢谢你 龙子太郎感动地说 白马驼着两个人上路了 他轻松地飞过了白雪挨挨的锯齿般的山峰 这时 远方出现了放着光彩的宽阔的大湖 阿 好漂亮的湖啊 白马在湖边兜了一个大圈子 慢慢地往下降落 妈妈真的住在这个湖里吗 龙子太郎想 白马像一只大白鸟似的 稳稳地落在了湖边 龙子太郎面对着湖水 大声喊道妈妈 龙子太郎来了 您出来吧 他不停地喊叫着 可是一点回音也没有 龙子太郎的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 直往下掉 你别难过 湖这么大 一定是你妈妈听不见声音 阿雅说着 拿出笛子在岸边吹了起来 笛子的声音从湖面上掠过 鱼儿们聚在一起听阿雅的笛子 吹完一曲 阿雅说 鱼儿们 我有件事求你们 请你们到湖底的龙那儿去 说龙子太郎来了 龙子太郎使劲抱着龙的脖子 抚摸着龙闭着的眼睛 妈妈 我知道你为了抚养我 把两只眼睛都弄瞎了 啊 孩子 你到底来了 来到了这遥远的北方 我真想看看你呀 哪怕是看一眼也好 可是 妈妈 您是怎样变成龙的呢 能再变成人吗 龙妈妈沉默了一会 她叹了口气 说 我就因为吃了三条家鱼 才变成龙的 那时节 我和乡亲们一起去山上干活 当时我肚子里正怀着你 身体不好 什么都咽不下去 乡亲们担心我的身体 就让我一个人留下来给大家做饭 然后 他们都进山去了 那天 太阳西斜的时候 我到山谷里去打水 我看见有三条家鱼在水里游着 最后我把他们捉来了 我一边生火烧鱼 一边想 乡亲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闻着家鱼的香味 实在忍不住了 嘴傻得要命 就把应该和大家一起吃的家鱼全都吞吃了 这一下可不得了啦 我感到喉咙像火烧一样 我把水桶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喝光了 可是喉咙仍然干渴 我难受极了 就跑到山谷里 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喝着泉水 这时 浑身的雪一下子像倒流过来似的 天旋地转起来 后来 我就完全昏迷过去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身子就变成了可怕的龙 也不知在什么时候 我掉进了很深的池塘里 这时 我才感到后悔 可是 已经晚了 因为我只想到自己 所以就不能待在人世间了 龙妈妈说到这儿 难过得直流眼泪 如果 龙子太郎说 当时有一百条家鱼 或者有上百个好吃的饭团子 该多好呀 这时 山村那幅穷困的 悲惨的图景 在龙子太郎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人们是多么需要有肥沃而辽阔的土地啊 要是让这湖面变成广阔的田野 龙子太郎目不转睛地望着妈妈 妈妈 我想请求您一件事什么事 龙妈妈柔和地说 我 我要把山劈开 让这湖里的水流到海里去 在这里造出一片田地 把山村里的人们都叫到这儿来 这样 也就不会再有像妈妈一样受苦受难的人了 好不好 妈妈 这湖是龙妈妈要生活下去所不可少的 龙妈妈思索着 过去 正因为只顾考虑自己 才变成了龙 这回 就算是一点补偿吧 想到这儿 龙妈妈说 龙子太郎 妈妈愿意助一臂之力 我的身子无比坚硬 可以把山撞开 不过你要骑在我的脖子上 代替我的眼睛 阿雅一直坐在稍远的岸边吹笛子 她听到龙子太郎在喊 阿雅 你过来 阿雅来到龙妈妈的身边 太郎妈妈 我叫阿雅 当她听了撞山放水的事情 说 太郎妈妈 我这就骑上白马 去告诉山里的人们 让他们聚集到这里来翻地种粮 阿雅骑着白马走了 龙子太郎 这就开始吧 龙妈妈说 你骑在妈妈脖子上 可要抓牢啊 说着 龙妈妈 溅起了很大的水花 将身子往前冲去 哗 哗啦啦 顿时 天空卷起了黑云 暴风骤雨呼啸而来 湖水汹涌翻滚 那气势就像成百上千 极限而下的瀑布 龙子太郎 我们就乘着这怒涛 往山上撞吧 龙妈妈说着 使劲向山上撞去 可是大山微然不动 龙妈妈并不气馁 又一次向山上撞去 撞了不知多少次 大山还是没被撞倒 龙妈妈身上流着血 她喷出的气变成了火焰 向山腰间烧去 突然 龙子太郎听到天边传来熟悉的鼓声 啊 那是爱敲鼓的红鬼 喂 红鬼 快把雷公大神的伙伴们请来 把这座山砸烂吧 龙子太郎向天边大声喊 好了 知道了 红鬼马上邀集了上百个雷公大神的伙伴 不一会儿 雷声大作 这个世界好像要完结了似的 雷声一过 只见大山展开了许多伤口 妈妈 雷公大神们替我们把山砸烂了 这里 已经精疲力竭的龙妈妈 使出最后一点气力 拼命地往大山撞了过去 轰隆轰隆 随着一阵巨响 大山被冲开了 龙妈妈驮着龙子太郎 乘着急流向北边的大海游去 这时 乌云散尽 新开的河流 闪着林林的波光向远方流去 群山环绕的湖底逐渐现出大片平整 而肥沃的土地来 妈妈 这太好了 谢谢您啊 好妈妈 龙子太郎站在北边的海滨 抱着龙妈妈的脖子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您说只顾考虑自己的事 所以变成了龙 那不是真的 再没有像妈妈这样好的人了 瞧您满身伤痕 鲜血淋漓 龙子太郎摸着妈妈的伤口 眼泪滴近了妈妈的眼眶里 龙的模样看着看着就变了 闭着的眼睛也睁开了 啊 龙子太郎的妈妈还原成人了 谢谢你 我的好孩子 妈妈紧握着龙子太郎的手哭起来 是你使我又变成了人 如果你不来的话 我只好在没有阳光的湖底下 自己责怪自己 我一直在等着你 梦想着你会成为一个刚强而聪明的孩子来救我 是你的勇气使我振作起来 又回到了人间 不知什么时候 阿雅牵着白马来到了这里 他那双乌黑的 漂亮的眼睛里 也含着热泪 太郎妈妈 龙子太郎 请骑上白马回到湖那边去吧 已经有许多山里的人 背着龙子太郎给他们的道种 再开始种道鼓了 走吧 妈妈 我们一起干活去吧 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 人们开始了新的劳动 后来 就结出了丰硕的 金黄色的稻穗 龙子太郎和阿雅也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同时 老奶奶 阿雅的爷爷和村里的乡亲们也都到这里来了 从此 大家过着愉快而幸福的日子 还没跟我上去 这种东西 都要是不作战 اخ达 又是不想承担 就算是不想承担 有了 以前看出了